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呀,我是尹月 前两天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了 这段时间我在院子里面做的一些结构上面的改造 那么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今年春根的时候,我到底移栽了那些植物呢 每年的春天,春根的时候都是一年当中最忙的时候 一般呢,我都会把之前一年种的不合适的地方的植物呢 把它移出来,然后重新找位置呢,种下去 首先呢,我们还是从院子的东面这一块跟大家呢,说起 这边呢,之前是两棵藤本月季 一棵是白色的朝圣,还有一棵呢,是螺依 螺依的位置就是视频当中圆圈的地方 这个位置本来呢,种植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因为这个朝圣呢,长得比较大了 右手边,它还有一个是小铃铛的铁线帘 所以中间的位置并不是太大的 于是,今年就把螺依呢,移出来了 然后现在呢,把它种在的是单独的花盆里面 目前螺依的位置就是镜头里面,这个有花柱的挂黄板的这个花盆里面 它已经开始打花苞了 还有一个地方的藤本月季呢,我也把它动过了 位置呢,是在我们家的正南面的院墙边的这颗月季 现在我拍的是我移栽过来的 本来这颗月季是在东门口 那个地方呢,位置也比较小 然后我把它移栽到前面了,是一颗自由精神 本来种在这边的月季呢,是一颗单半的藤本月季 虽然经过几年的生长,它的长势非常的好 而且花量呢,也是巨大 但是由于我觉得它和我旁边的弗洛伦萨这些月季呢 从风格上面来讲的话,不太统一 于是呢,我把它移掉了 这是它去年开花时候的样子 不过有点可惜,这颗月季我把它挖出来以后就直接扔掉了 因为实在没有地方种它了 这块呢,是原来我院子里面的两颗鸢尾花 今年在春天的时候,把它们呢,进行分株 一共是两个品种 然后每个品种呢,分成了三盆 也就是说,我的烟尾花从之前的两种各一盆 现在变成了两种各三盆了 烟尾花呢,虽然很好看 但是花期呢,比较短 这个呢,是有点可惜的地方 在烟尾花的后面,有一颗日本海棠 这颗日本海棠去年的时候是把它种在的是我的L型的花箱里面 那个L型的花箱的位置呢 是在,呃,就是现在的东西走向的长廊的下面 因为现在这个东西走向的廊架的上面 铺设了金刚沙网 所以阳光呢,是受点影响的 而海棠花的话,它是非常喜欢阳光的一个植物 所以呢,我就把它呢,从那个位置移到单独的一个大盆里面 移栽的时间并不是太好的 当时海棠已经开始打花苞了 然后一移栽,它就可能呢,就受伤了 今年的花量就非常的少 现在呢,把它摆放在水池旁边 这个位置阳光呢,是每天呢 可以有大概8个小时的日晒的阳光 肯定是不受影响的了 大门口的L型的花箱 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 这边原来种的是4棵枫树 现在呢,已经把它全部移出来了 然后重新栽种的是这个收苏 包括修线菊 还有米笛花叶锦带棒棒糖 移出来的有两棵枫树是在这边的 一棵呢,是俄勒冈 还有一个呢,是约旦 前面粉色颜色的这颗呢,是俄勒冈 在它后面的这颗金黄色的就是约旦 约旦在春天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乐缸也不赖 枫树就是要选各种颜色不同的 然后组合在一起 它才有层次感 然后看上去特别的赏心悦目 这批风树目前放到这个位置 可能到了温度三十几度以上 就不太合适了 我就要重新把它呢,放到了 有这个遮挡的地方才行 要不然呢,画叶片全部会浇叶的 这个也是我为什么 把这个L型的花箱里面的 风树全部移出来的原因 因为在这一块它是没有任何遮挡的 到了夏天就是一直暴晒 然后去年夏天的时候 天气呢特别的炎热 栽叶栽的又比较迟 所以去年冬天的时候 基本上就没有看到 特别漂亮的枫叶的变色了 今年就想好好精心管理一下 这些枫树 到了秋冬天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完整的 这个枫叶的变色了 还有这个铁翼擦片的爬藤架 之前在这一块找的呢 是一个爬藤的乐器 但是因为上方加了金刚撒网嘛 它这边阳光也是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把那颗爬藤月线呢 那个花树呢 把它搬到那边去了 然后这边呢 移栽的是风车模拟 正好之前有一颗呢 是做成花树的风车模拟 今年费了好大的劲 然后把它一个个枝条呢 舒展开来 然后把它爬到这个上面去了 目前还是比较稀稀疏疏的 看不出来太多的效果 等到正儿八经的风车模拟 把它全部爬满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块应该是非常漂亮的 最西边这一块的木格子 上面呢 爬的都是铁线黏 去年这边一共种了十盆铁线黏 今年呢 我把这一块呢 稍微拟了一下 当然也挂了一两盆铁线黏 把它们的枝条呢 全部盘上去 基本上七本铁线黏 已经把这两块的木格子呢 爬满了 然后现在已经都开始打花包 今年的花量还是可以的 在上期视频当中 我说的目前还看不出来效果的 一个呢 就是风车模拟墙 还有一个就是铁线黏墙 这两块如果等到全部开花以后 我想视觉当中会形成 很明显的两个空间的感觉 所以现在很期待 赶紧开花 让我可以看看 这两面墙开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以上呢 就是我今年春根的时候 移栽的一些植物 一般对院子里面已有植物的移种的话 都是因为当年种的时候 位置不算太好 在那个地方不太适合它的生长 所以我们在第二年的时候呢 就需要把它呢 重新挪一下位置 这是一种原因 还有一种原因呢 就是这个植物长长长长 它并没有长成你理想当中的 和周围环境适合的那个风格 我呢 也会把它 在第二年的时候 把它挖出来 重新选一个位置呢 把它种下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和大家呢 分享到这儿 拜拜